1月29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宣布自1月31日起,中方不再承认所谓的BNO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紧随外交部的部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日宣布,自1月31日起,BNO护照不能用于在香港出入境,亦不会在香港或承认为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廖长江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香港公民若通过BNO申请英国国籍,可能会失去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以及相关联的一系列权利。 如果您申请这个居民权的话,那你可能就会丧失香港中国公民的资格。 如果是您申请的时候已经丧失这个香港居民的资格的话,可能要到英国去住月干年,比方说五年,你才能够申请这个长期的一个居民权,正式成为这个英国的公民。 但是这五年的时间,你是什么国职呢? 当美问及如何深入推进爱国者治港,廖长江表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援,就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6年曾就基本法第104条做出解释,相关公职人员在宣誓之后,如做出违背誓言的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 目前,特区政府正研究扩大宣誓人员的范围。 廖长江认为,在未来,例如香港电台、医管局等长期受政府公坛资助的公营机构的公职人员,都应被纳入宣誓范围。 当时只是一些议员的宣誓方面,就没有包括其他的公职人员。 现在这个范围就把它扩大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 现在香港政府正在研究这个宣誓的公职人员的范围。 我觉得如果你在香港是在行使或者是协作行使公权力的,或者你是长期要得到香港政府的公坛去维持的一些公营机构里面的人员,公职人员,都应该是纳入宣誓范围。 距离香港国安法颁布已过去七个月,廖长相指出,国安法颁布实施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香港社会从乱入制,黑豹活动销声匿迹,针对未来的新问题,新局势,香港的国安法律还需不断完善,充实新内容。 他表示,长治久安是推动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国安法是一个开始,说我们还要完善我们的香港的国家安全法。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为香港社会带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社会状况。 有了这个稳定的状况,香港才能去推行一些深度的改革,才能够推进一些精致的社会发展。 谈及香港未来发展。廖长江表示,自己对此充满信心。 他指出,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香港应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鼓励企业和人才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因为我们背靠祖国,我非常有信心。 十四五规划不是一个深的发展布局吗? 这是双征环的一个布局。 我们现在在研究怎么样帮助香港的企业,就在大便车吧,大湾区,这个发展是举足轻重的。 对于香港来说,无论在这个精致发展,精致多元化这方面,或者年轻人的机会,这方面都是靠这个大湾区。 这个非同小可,所以我是充满信心的。